第二题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那我们晓得打雷的时候因为呢 他们正负电中和然后呢产生光然后有热 然后使空气膨胀发出声音 所以呢闪电跟雷声几乎同时发生是对的 那么之所以会有他这个正负电中和 就是因为云层的电跟地面产生静电感应 然后电荷机具够多的时候呢就产生力量 使他们能够互相信而综合掉 而我们知道静电感应呢是会生异性电的 所以B的选项说当带电的云层接近地面 地表会因静电感应而带异性电也是对的 那么我们也晓得有所谓的尖端放电的现象 所以呢我们不要站在空旷的地方 变成自己在那边最突出的这一个这一根 那么就容易有尖端放电被雷打中 所以诸说当发现空中有闪电时 因尽量离开空旷的地方以避免被雷打中 这也是对的 同样使用尖端放电的想法 所以我们的避雷针就是让我们的雷 能够闪电会容易打到避雷针上面 再经过我们的装置把电导到地下的电网中 而使得建筑物避免伤害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说 避雷针如果正确的讲法应该都说引雷针 是需要让我们的雷电闪电打到他身上 所以C说建筑物只要装上避雷针 就不会被雷击是错的 是我们希望让我们的闪电打到避雷针 然后把电导到别的地方去 使建筑物免受损害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建筑物只要装上避雷针 就不会被雷击 就不会被雷击